这几天全台空气品质拉警报 多处地区出现警示 民众除了戴口罩还有减少外出之外 有不少人进到室内也会把门窗紧闭 开启空气清净机 但是有人担心这会不会衍生出 空气不流通的状况 专家建议可以在早晚短暂的开门窗 10到15分钟让空气流通 另外还有中医师也提供了几项 抗空污的养肺小配布 天空雾蒙蒙 空气品质不佳 空屋警戒亮灯 尽管口罩令解除 但想阻绝空屋 不少人还是不敢脱 这时候家里也不能没有它 打开空镜清净机后 究竟该不该再开窗 还有放在家中哪个位置 更能达到滤镜效果 也是一大学问 这要关窗 不关窗你来讲的话 你开的时候 你会导致空气中的本层会被建 所以你的效果实际上来讲 就会变成比较没有效果 电器业者建议若放在窄小房间内 门窗紧闭效果最好 若怕太闷 建议早晚短暂开窗 10至15分钟 并且尽量静神放置 但若放在公司内 使用放在门边 通风换气处最好 因为更能在第一时间 过滤出入时带进的污染 除了要学会正确使用空气清净机 医师也提供几项抗空污的小撇布 气污染进入到我们的一个肺部里面 就我们的一个血液跟心肺的一个循环 吃一些进化我们血液的食材 包含了秋葵 或者是散药 或者是我们的木耳 要降低空污对人体的伤害 就得双管齐下 接台北 综合报道